嗨 各位我是陳 難得早上蘋果有發表會 那我們也不用熬夜在看了 也不用我們啦 說不定其實根本沒有人在看 那總之呢 這次發表會呢 發表了M3系列的所有晶片 同時也更新了MacBook Pro還有iMac 那終於他們也換上M3系列的晶片了 那總之呢 這次發表會 除了這些更新之外 我還有發現幾個蘋果在發表會上面 沒有特別去講的一些 小地方的更新 那總之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一件事情呢 應該大家比較知道 就是13吋的MacBook Pro 終於在這個世代消失了 或是退場了 13吋的MacBook Pro 它的最大特點 或是它獨一無二特點 就是Touch Bar 我不確定有沒有人知道 但是呢 Touch Bar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應該是 生錯時代 或是更改太過強硬了 它直接把ESC還有F1到F12 全部拔掉 然後用Touch Bar來代替 我覺得利益良善 十分創新 但問題是 使用者體驗 或是說有些人習慣上會很不能適應 因為畢竟有很多人都習慣用快速鍵 實體按鈕的組合鍵 但問題是它用數位去觸碰的方式 就沒有辦法這麼快的去達到 我們想要調整的一些功能 譬如說調整音量啊 調整一些亮度 你還要按一下 然後再拉那個調感 那在這次M3的發表會之後呢 13吋的MacBook Pro 我終於就是 啊 鞠躬盡瘁了啊 跟蘋果的舞台告別了 那總之呢 這個應該比較知道 但是隨之而來的 就是它的價格代 我們的13吋的MacBook Pro 它的價格是4萬多塊 如果去掉這個13吋的系列的話 MacBook Pro的起跳價 就會從原本的4萬多 直接漲到69900塊 沒有錯 另外一件事情 蘋果沒有講的 就是這一次 全系列的MacBook Pro 直接漲了至少5000塊以上 如果我看了這張圖 就可以看到 我們M2 Pro的MacBook Pro 它的起跳價是64900塊 但是呢 這一次M3 Pro到Pro晶片的話 它就是69900塊 但是呢 值得注意的是 你會發現 除了Pro系列之外 在左邊的M3 欸 居然有價格 沒有錯 這一次 沒有錯 這一次14吋的MacBook Pro 它的起跳的晶片 不是以往我們習慣的Pro 而是M3基本版 所以它的價格 跟下一階的Pro比起來呢 就會少了將近1萬塊左右 但是這邊 就要特別講到 蘋果另外一件 沒有特別講的事情 就是在M3基本版的MacBook Pro 其實以往我們都知道嘛 14吋的MacBook Pro 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它有3個USB-C孔 但是在M3基本版 它閹割 它少了一個 只剩兩個 就在左側 在右邊那一側呢 原本的USB-C就直接不見了 所以這邊呢 就要請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除了這個原本的正常價格之外呢 我也順便整理了教育價給大家參考 所以我們看一下教育價的部分 所以教育價呢 一樣 也從原本的6萬塊 變到64700塊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買到Pro等級的晶片的話 那這一次起跳價值到6萬5千塊左右 所以又是另外一個變相的漲價 不過從上一次發表會或是現在的匯率啦 美金對台幣也要32.5 所以跟之前27的那個美好的時光比起來 漲了很多 漲了不少 所以也算是沒辦法的事情嘛 但除了漲價之外呢 還有讓我一件更傻眼的事情 就是晶片 我們看到M3 M3的起跳的晶片的記憶體是8G 然後容量是SSD是512G嘛 所以如果只有8G的話 就會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夠 可能大部分人就想說 那我再多加一點 沒有16G嘛 但是如果你仔細一看 你就會發現 這一次居然沒有16G了 直接跳到18G 你就會發現 嗯 好像有點划算哦 多了2G送你 而且價格還是64700塊 好像差不多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就更詳細的去看一下技術規格 果不其然 在技術規格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在記憶體頻寬 M2跟M3基本上沒有什麼變 都是維持100G 為什麼要特別講記憶體頻寬呢 就是因為MCA被大家最推崇之一的點 就是它的記憶體頻寬非常非常的大 跟以往的筆電跟桌機比起來非常不同 它的記憶體頻寬超大 但是呢到Pro系列 原本100G 你想說Pro系列就縫合怪嘛 就直接乘2 就會變成200G 所以M2 Pro 它一樣是200G 但是在M3 Pro 它就變成了150G每秒 你會發現 好像少了四分之一 所以我就跑去看了它的 M3 Pro的這支晶片 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這麼可能 或是我的推斷 有沒有可能就是這四個記憶體控制器 它不莫名其妙因為良率的關係 壞了一個 或是因為庫克 因為成本考量 所以就把它少了一個 所以再看一下M3 Pro這張晶片 你如果今天它這一張是完整無缺 沒有閹割板 而且四個記憶體控制器都是好的情況下 記憶體顆粒有3塊 123 一顆是8G 8 3 24 就是24G嘛 完整完好無缺 但是怎麼變18G呢 四個記憶體晶片 每一個負責6G 64 24 但是一個記憶體控制晶片壞掉了 所以這個6G 就沒辦法用了 24G減掉6 所以就變成我們今天8G的統一記憶體 所以說我不知道是蘋果 閹割 還是因為之前有聽說良率比較低的關係 要維持成本控管 我也不知道 總之呢 就是這樣18G 可能應該就是這樣來的 除了這個記憶體頻寬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核心數 如果我們單純看總核心數的話 你會發現M2 M3 都是一樣8顆 然後在Pro系列 尤其是Pro系列 這一代Pro系列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 砍的蠻多的 神奇刀法 所以在M2 在入門版 你看總核心數 M2 Pro是10顆 M3 Pro 11顆 乍看之下 它多了一顆嘛 然後在完整版都是12顆 想說應該都沒有問題吧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分開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它其實有分 所謂的效能晶片跟節能晶片 簡單來講呢 就是一顆效能比較強 另外一顆呢 比較省電 所以看一下 M2跟M3 它一樣都是4顆 這個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在Pro 又是Pro 你會發現 在入門版M2的話 它總共10顆 但是它是6顆效能晶片 加上4顆的節能晶片 加起來10顆 但在M3 Pro的時候 它是5顆的效能晶片 加上6顆的節能晶片 那乍看總和加起來是11顆嘛 你會發現 比較大顆的效能晶片 居然少了 它是用節能晶片 去把它補起來的數量 那在完整版 更不用說 我們完整版直接一對比 M2 Pro 是8顆效能 4顆節能 但是在完整版的話 就變成6顆對6顆 你就想說 這個 一來一往到底是 What happened 苦科 好不好 雖然 在這一次的 發表會上面的曲線 好像還是比M2 Pro 還要高一些 但是其實 如果大家認真看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對比的都是Intel 或是M1 那我覺得這樣 唉 就有點 有私公道啊 對不對 小虎 所以說呢 我覺得 嗯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唉 是 有點傻眼啊 就給大家參考 就是蘋果發表會沒有特別去講的 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蘋果沒有特別去說 但是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知道 就是 iMac 雖然這一次從M1換上M3 但是如果今天呢 你的核心壞掉了 你想要 或是說你有 PS5或Xbox或Switch 你想要 Input進去 把它當遊戲螢幕來玩 這是沒有辦法的 而且只有前幾代 某幾代的iMac 有這種目標顯示器模式 那之後呢 就完全把這個功能全部取消掉 而且全部沒有辦法用 你只能用截取卡在Input 但是這個時候就有一個 Lag問題 所以總之呢 如果你有想要用iMac 然後想說 啊我再可以另外當作顯示器 譬如說 當PS5的螢幕來用 抱歉 那這就是沒有辦法了 但是蘋果沒有特別去講 好 總之呢 就給大家參考 好啦 所以這次發表會呢 全部換上M3 雖然會覺得說 好像更新了一些東西 但是實際去看 好像又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如意 我不知道 還是大家對於3奈米的期待過深 結果換來的結果 好像就只有一點點 而且你會覺得說 好像蘋果質感跟Intel 或是M1去比 這到底是幹什麼 要對自己有信心一點 好不好 好吧 總之呢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當然我先講的就是比較簡略 而且可能有些問題 應該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或是幫我更正 好 感謝大家 那總之呢 如果這一集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幫我按成訂閱 我是陳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